我家幾代都是做中醫的 包括我爺爺和爸爸 小時候我經常都病的 都是靠爺爺和爸爸可以醫好我 加上當時經常見到爺爺幫人把脈看病 醫好不少人 所以自小就立志成為一個中醫師 我是2002年加入東華商業擔任中藥師 因為我對東華商業的正義資料理念 是非常認同的 爸爸經常都會和我分享他工作上的事情 經常都提我病人不論貧富貴賤 都一定要用心去醫治 我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在藥房實習過 那時就是由爸爸親自指導 見著他對病人很有耐性很關心 對我日後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影響 加入了東華商業已經快兩年了 記得有一次遇到一個銀舌病的病人 我的大教醫師知道我有跟過皮膚科 所以就交給我主力去診治 我按照之前所學習到的辯證思路和方藥去處方 同時祝福病人一些注意事項 病人的病情很快就有所改善 這次是我第一次比較獨立地去跟進病人 效果也很好,令我很鼓舞 好開心兒子加入東華商業 希望他在這裡向多位資深的醫師好好學習 提升技術,醫好更多病人 我是在1995年加入港華醫院的 任職急政室部門運作經理 在這十七年裏面 我是處理過大大小小的災難應變的事件 例如像加理大廈大火和SARS 就是因為爸爸的工作 啟發到我加入醫護人的學年 幾年前我在中醫普通科的時候 有一位爸爸帶一位四五歲的小朋友來看症 主要的問題就是反覆發燒不退 原本這位爸爸可能對中醫都認識不多 可能抱著試一試的心態 但是小朋友吃了忌劑中藥之後 過了幾天就退到消了 這個個案令我印象特別深刻 是因為透過診症 除了小朋友好回來之外 還令到他的家人對中醫有了信心 他的爸爸之後自己又不舒服 都來找我診症 在2012年退休之前 我最後一份的工作 就是規劃廣華醫院重建後的急症室 協助評估未來急症服務的發展和需要 再規劃需要的空間、設施等等 我現在看著廣華醫院開始重建 就覺得以前工作所累積的一點一滴 仍然可以繼續服務大眾 真是很開心曾經在這裡工作過 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好像爸爸那樣 當我會在這裡工作的日子的時候 無論多麼辛苦都覺得是值得的